大家好,在这个视频里我们来研究一下在平面上给定一条直线和一个点 如何求从这个点到给定直线的距离 那么这个点到直线的距离是怎么定义的呢 就是这样定义的 从给定这个点到已知直线做垂线 这条垂线段的长度就叫做这点到这个直线的距离 它也是这个垂足也是直线上所有的点里面距离以直线X0Y0最近的一个点 好,问题就是怎么来求这个长度 以知直线的方程写成一般式以及点的坐标 下面我们观察一下 如果我从给定点出发做一条平行于X轴的直线 我没有画X轴Y轴,但是大家可以想象一下X轴是横着的,Y轴是竖着的 做一条平行于X轴的直线和一条平行于Y轴的直线 那么它就会交,一般来说它会交这条已知直线于两点 那么形成这个图形就是一个直角三角形 这是一个直角 然后呢,假设我们可以求出这个直角三角形两条直角边的长度 比如说我们分别管它叫 我不知道,比如分别叫P和Q吧 比如说分别算是这两条边的长度 那么呢,我们在这个直角三角形里面就可以求出这条水线段 也就是斜边上的高的长度 如何求呢 我们未知的这个距离D呢 就应该等于 怎么来求这个斜边上的高呢 我们用两种方法来计算这个直角三角形的面积 那么一方面呢,它应该等于二分之一的 二分之一的这个直角边的成绩 也就是二分之一底层高P乘Q 也就是说一方面 这个直角三角形的面积S 应该等于二分之一的P乘Q 另外一方面呢,如果我们把脑袋转一个角度 把斜边当成它的底边的话 那么这个面积也应该是二分之一底层高 也就是二分之一斜边的长度乘上我们要求的这个距离D 根据购股定理呢 斜边长度是二分之一的 斜边长度是根号下的P方加Q方 因此呢,我们就得到了这个方程 二分之一PQ等于二分之一根号下P方加Q方乘上位置的距离D 那么这也就意味着 D可以写成PQ除以根号下P方加Q方 换句话说,只要我们能求出这两个直角边的长度 我们也就能够求出斜边上的高位置的距离 也就是点到直线的距离D 好,下面我们就来求一下这两条直角边的长度 那么为了达到那个目的呢 我们来计算一下这两个点的坐标 这两个点有什么性质呢 我们先来看这个 它与已知的点X0Y0 应该是有着相同的纵坐标 因为它们在同一条水平线上 所以它们有着相同的纵坐标Y0 但是它的横坐标我们不知道 怎么去求呢 我们注意到还有个条件 就是这个点在直线上 因此它的坐标应该满足这个直线的方程 AX加BY加C等于0 因此这个未知的横坐标 比如说我们管的叫X1吧 那么这个X1呢就应该满足方程 也就是说AX1加BY0加C应该等于0 因此我们就可以求出 从中求出X1的值 X1等于负的A分之BY0减去A分之C 减去A分之C 那么知道了X1以后 这两个点之间的距离就好算了 因为它是平衡于X轴的 它和Y的纵坐标一样 因此这个距离P 未求距离P呢 我们只要把它们的横坐标相减 再取一个绝对值 取绝对值的原因是 虽然这个图上X0比X1要大 但是其实我们并不知道 X1和X0在一般情况下谁大 如果比如说这个点在直线的那边的话 那么这个大小关系就会反过来 因此呢 为了简便起见 我们直接加个绝对值 用绝对值 这两个点 绝对值X1减X0 绝对值两点 红坐标之差 因此也就等于 来化简一下就可以得到 应该是 AX0加BY0加C的绝对值 除以A的绝对值 同样A也不知道正负 所以也得加个绝对值 那么这就是其中一条边的长度 用同样的办法 我们可以去算Q 上面这个点 与X0Y0有着相同的横坐标 但是纵坐标我们不知道 幸运的是我们有这个方程 AX0加BY1加C等于0 从中就可以解除这个位置的Y1 它等于负的B分之A X0减去B分之C 有了Y1以后我们可以进一步求求Q 这两个点它们的横坐标相等 因此它们之间的距离就应该等于 纵坐标之差的绝对值 也就是Y1减去Y0的绝对值 因此化简一下 得出来是AX0加BY0加C的绝对值 好 那么现在算出来的P和Q 再用刚才我们研究出来的这个关系式 就可以得到 我们最终关心的点到直线的距离 这个D 等于PQ除上根换下P方加Q方 那么具体计算一下 P乘Q就应该等于 这个AX0加BY0加C的平方 比上 底下是A的绝对值成为B的绝对值 然后底下根换下P方加Q方呢 就应该等于 这个根换 根换下P方加Q方 也就是 这个B方分之1加上A方分之1的开根 然后再乘上 再乘上一个绝对值AX0 因为我们可以把这个项提出来 所以我们把它单写在根换外面 就是AX0加BY0加C的绝对值 然后进行整理 最终我们就得到电脑直线区的公式 AX0加BY0加C的绝对值 除上根换下A方加B方 A方加B方 这就是一个点X0Y0到一条直线AX加BY加C等于0的距离公式 它的分子呢是把X0Y0直接带入到这个直线的方程的左边所得到的数 那么这个数呢 如果这个点在直线上 那么这个数就等于0 因此点到直线的距离就等于0 这也是非常自然的 如果点不在直线上呢 那么你把它带入到方程的左边得到了就不是0 它就不满足这个方程 因此得到的就是一个正数 算那么在除以这个方向A方加B方呢 得到的就是电脑直线的距离 好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